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三階行列四的最後一個性質 也就是將行列四降階,把它從三階降成兩階 並且會有一些行列四運算的立體示範 好,那所以性質七呢,就是我們要來把它降階,從三階變成兩階 這樣可以簡化我們的運算 那從三階行列四的定義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把它展開來,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我們按照我們的定義展開之後 那各位同學我們看一下 這裡兩個A1,然後有兩個C1,然後還有兩個B1 那我們分別把有A1的A1提出來 有B1的提出來,有C1的提出來之後 我們會整理成這樣 那同學B2,C3-B3,C2 不就是我們二階行列四的B2,B3,C2,C3的展開嗎? 那A2,C3-A3,C2不就是我們A2,A3,C2,C2,C3 二階行列四的展開嗎? 那A2,B3-A3,B2就是我們A2,A3,B2,B3的行列四展開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說我們可以把它展開來 從這個三階降為一階 那我們要這樣子展開的時候 那各位請注意這個圖 看我們從哪裡展開,然後以誰為標準 那那個的正負號就是以這個來看 所以呢我們帶同學來看一下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以第一行來降階 以第一行來降階 所以就是正負正 按照它的正負正來降階 那如果今天呢 我們以第一行來降階 所以當我以A1開始的時候 所以A1把它劃掉之後 剩下B2,B3,C2,C3 所以第一個的降階就是A1乘以B2,B3,C2,C3 然後呢第二個我們以B1為標準 所以把它展開之後 這些都不寫去掉之後 剩下A2,A3,C2,C3 那因為這裡是負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就是負的 那再來以C1,C1來看 把它展開降階 所以就A2,A3,B2,B3 那所以這個是正的 所以這裡的正負號 所以呢按照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以第二行來展開 所以第二行來展開 就要是負正負 所以這就是負正負 那展開呢以A2為主 那A2 所以剩下B1,B3,C1,C3 所以相同的以B2 那我們就用B2 展開 所以A1,A3,C1,C3 那以A3 展開 那就是 以C2展開 那就是A1,A3,B1,B3 這就是我們的降階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都降階的降階方法都降一次給你看齁 所以我們現在以第三行 來降階 所以就是正負正 OK 然後呢 接下來咧 以A3為主 所以A3 十字畫下 剩B1,B2,C1,C2 那 如果 是以B3來看 B3畫掉 A1,A2,C1,C2 所以A1,A2,B1,B2 好 那 以第一列展開也可以齁 你要以什麼來展開 就是看你的那個行列式裡面元素的特性 那當然這個特性就是 我既然要降階代表說他某一行或某一列有比較多的0 那你就會減少你的運算 那這我們後面在題目裡面會看到 所以你看齁 以第一列來看 第一列 正負正 正負正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以A1 來看 所以剩B2,B3,C2,C3 那如果以A2來看 那就是B1,B3,C1,C3 那如果呢 以A3來看 A3 所以B1,B2,C1,C2 所以第二列也是一樣 第二列 負正負 然後呢 B1為主 B2為主 降階 然後B3為主 降階 所以 所以 第三列 同學你是不是能夠也 也試著練習看看 正負正 C1為主 降階 C2為主 那這些元素刪掉 剩下的 C3為主 剩下的 好 所以呢 降階會了 我們接下來 來練習 這幾個行列式 三階行列式的球值 好 那以立體E來看 你看到了什麼 他們是不是 第一列 都有5 所以按照前面的特性 我們可以把5提出來 提出來 待會你在展開的時候 你是不是這裡的題目 你數字算起來就不會這麼大 每一個都要乘以5 數字就會很大 那接下來 我們可以把第一列 乘以-6 加到第二列 那所以你看喔 加完之後 我們的這個6 就會變成0 多了一個0 你的計算就會變得簡單 那因為我們前面證明過 我可以把某一行 或某一列 乘以一個倍數 加到另外一行 或另外一列去嗎 所以再來 我們把第一 列 乘以-9 加到 最後 第三列 所以這個9 就會被消掉 所以就變成0 所以這樣子之後呢 第二列 跟第二列跟第三列乘比例 第二列跟第三列 他們是乘比例的 所以第三列是第二列的兩倍 所以從這裡我們知道 只要某兩列或某兩行乘比例 那它的行列市值就會等於0 來接下來第二題 同學你看一下這個三階行列市 這個值每一個都超大的 那這麼大的值你要乘開啦 我想連老師我都會乘錯吧 2001乘以2005再乘以2016 天啊 這太大了 所以我們要運用我們行列市的一些性值來運算它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這個很常用喔 我們可以把某一行或某一列乘以一個倍數 加到另一行或另一列 那你說 老師 你現在用第一列加到第二列 我可不可以用第一行加到第二行 可以 是可以的 沒有說一定的 反正你在運算的時候 只要符合我們的運算規則 那這算出來的都會是正確 所以 現在我們把第一列乘以負一加到第二列去 那你會發現 剩下每一個都是3 再來我們把第一列乘以負一加到第三列去 就變成6613 那同學你看喔 第二列都有3 所以我們可以把3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第二列乘以負2001 加到第一列去 所以呢 加到第一列去之後 2001-2001等於0 2002-2001等於1 2003-2001等於2 那我們再把它加到 把第二列加到第三列去 那把它第二列乘以負6之後 那你會發現 前兩個6都會消掉 13-6就等於7 所以當我們的行列式值 你看喔 我們經過兩個運算之後 兩個性值的運算之後 把本來那個每一個元素都是2000 0多少的 變成現在只有 各位數字127 那接下來這個算已經很小很好算 那我們還可以利用我們的降 接 那以這一題來講 除了我們用第一行降 其實我們可以用第三列來降 因為第三列它是 只有007 所以兩個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一題 我們用第一行來降 所以呢 第一行來降呢 以第一行為主 所以以0為主 0 這裡是正 所以呢 把0十字畫掉剩1107 那因為0乘以任何數還是0 所以我們都不寫 再來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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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乘以1207 然後加 0乘以任何數還是0 所以我們都不用乘 所以這個的降階之後 你的運算就會很簡單 所以呢 它就等於3乘以負1 1乘以1207 這個二階行列式的展開 那1207的展開 就1乘以7 減掉2乘以0 所以就等於7 所以3乘以負7乘以7 就等於負21 那你看喔 如果按照我們傻傻的用定義乘開 我想 我們可能算出來的答案 全部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可是經由這樣子的 性質跟降階 減少我們的運算 這也就是老師在前面所說的 我們這些性質是為了讓我們的運算 劃減 讓我們減少出錯 所以這個東西呢 請同學呢 有空呢 多練習 多觀察 多嘗試 你一定在這裡 不會遇到太大的困難 你反而會很有成就感